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进入第28天 而目前僵局仍然看不到环节的迹象 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部门无法得到拨款 80万联邦员工拿不到工资 而国家博物馆关闭 政府订单减少 研究项目暂停等等潜在影响所造成的损失 目前还难以预计 总统与国会的对峙依然僵持不下 政府关门何时能够解决又要如何解决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一同探讨 一位是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 特朗普竞选亚裔委员会顾问委员李中刚先生 一位是亚太公共事务协会华府分会会长蔡德亮先生 欢迎二位 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政府关门的话题 我首先想请教两位 这个政府关门这段期间对您二位有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知道这个影响可能不是直接的 但是我们生活在华盛顿或者这个大华府地区 有很多的系统和或者说商业这些机构和政府是息息相关的 那对您二位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影响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要是看那个政府服务的单位 有些平常不太忙的 一开始都会变得很忙 你像这个emission test 还有这个像这个MBA 这个换驾照 这个这些东西平常就是很少去 现在一开始有很多人了 那最近就变得很少很少了 那像商场也是这个样子 一开始大家好像有空有价就休息一下 想说两三天就解决了嘛 就花花钱嘛对不对 就没想到过两天后 很多店里人都没了 少了好多好多 这差别很大 的确对这个地方 对华府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先生您 对这个 当然和联邦政府的雇员 他们受到的直接的影响相比 对我们的影响要少多了 但是可以说整个华府地区 或者说和联邦政府 或者跟美国政治有关的 都多多少少受到了很多的补给 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 但是还是和联邦政府 特别是那些联邦的合同工来说 和他们比我们很幸运 为什么 因为这些联邦的雇员 他shut down 就关门结束之后 他们还是要拿到这个钱回来的 对 川普已经散了这个 签了这个法案 就说要给他们回来 但是那些联邦的合同工 就是按照时间计费的 相当多的 可以说也是不到百万级 也有可能 我忘了是多少 也是很大量这些员工 他们受到的影响 是非常严重的 是 但其实我们看这个影响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远远超过了 政府部门 就比如说我上周 在这个拉斯维加茨 来报道这个CES 就是消费电子展 那么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政府官员 比如说像赵小兰 他就是本来是安排好的这个主题演讲台 他就临时的取消了 还有这个FAA 本来是有展台 但临时撤展了 那么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 对于美国经济 还有这个宏观的金融市场 或者说对于这个学术研究 都有哪些 二位比较担心的影响 财先生 长期看起来的话 因为这一次 等于变得很长 很长 这个心理层面的影响就很大了 很多人平常不太省钱 结果这下子 不管不省 多多少想省一点钱 就差很多了 那刚刚您讲了很多 就是很多conference 很多这种都是继续进行的 就是很多这个全国性的大会 什么都继续进行 多多少都会有这个 政府的工作人员 或者政府的contract来 这个影响就很大 因为这些人临时必须要测掉 依法必须要测掉 所以就变成影响 这些单位影响很大 因为每一个礼拜 都有这些活动在进行 所以在美国 整个经济活动的正常的影响 是影响很大 尤其像机场 尤其这个公共交通系统 都影响很大 所以我想这个长期下来 假如再拖个两个礼拜的话 我相信这个 很多经济上的影响 会萎缩得非常厉害 会萎缩得非常厉害 这样子的话 美国的经济 恐怕不只是经济学家讲的 所谓0.5 一个百分点的萎缩而已 可能会更强大 因为这个问题上 最大的情况就是 凸显出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有很多人是 go paycheck by paycheck 所以没有什么储蓄 支票一步到的话 薪水支票一步到 就马上不行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大了 您觉得有没有这么大影响 影响很大 短期因为这一次的政府关门 是近代史上没有的 最长的一次 对最长的一次 这个实际上给美国人民的心理上 也带了很大影响 因为过去 这个政府关门 这些短期政府关门 更多的是一个 两党斗争的一个过程 更像是一个研讨 就是商讨的过程 就是说谁都不愿意先让步 最后你看出了事情了 大家让到中间 而今天就更说明 现在美国的政治 这个人民的两 就是在政治上的两极化 非常严重 这已经不是一个 简单的协商过程 而更多的是 就是两边在展示 这个政治叫political will 这种政治重要性的一个手段 而不惜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这种让政府关门的 这种法律制度 是不是在近代 也需要进行修改 就成为了个问题 是 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就是让我们现在 这个已经非常紧绷的情况 雪上加霜的是 现在两党好像并没有一个 说要我们要解决 这个分歧的这样一个意愿 那么您认为 为什么两党 如此不愿意解决问题 或者说如此不惜代价的 要这个将去持续下去 因为 因为特朗普呢 这一次有的书叫川普 特朗普总统呢 这个建墙啊 因为大家知道 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建墙的这50亿 但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就是 大家都认为 这是当然是很 最直觉的原因 就是说50多亿 特朗普总统需要来建墙 但是民主党只愿意 给十几亿来加强 边境安全的 不愿意建墙 但您认为这之后 有没有更深 更深层的这个政治的因素 这个政治因素在于呢 这个建这个墙 对于川普总统来说 是他政治上的核心利益 但未必是民主党的核心利益 所以民主党这次 起的主要角色呢 是反对派的角色 就是这个事情 既然对你那么重要 我就 我为什么要 这么容易的 就让你得逞 但是确实呢 对川普总统 在这件事情上 仗打到这儿 他当然也有他的政治目的 通过这件事 川普总统彻底地向自己的 base 就是基础选民 就是那些爱强的 基础选民 可能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十几选民 表了他自己强烈的 这不是假的 我当年的竞选 我就是这样的 所以川普总统也达到了 他的政治表述的目的 但是这个怎么收场 现在很困难 因为双方都是在 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 而且这么多人的生活 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这个事情应该往哪里去 那么这个是 应该说是更让 共和党这边 更头疼的一个问题 那蔡先生 您认为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对于共和党来说 可以说为了保住 他的基本盘 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利益 而且川普总统 其实我觉得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川普他本来的竞选 就要跟墨西哥要钱 来建这个墙 并不是要跟美国人 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意思 你今天跟着要跟国会要 不管是跟共和党 还是跟民主党要 他就要不到 因为这跟他的promise 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建墙问题 但后来一过了年以后 这完全是 我要给你个下马胃 还是你给我下马胃 因为民主党的国会 那民主党国会想说 我现在好不容易 又欢转过来了 为什么要让你 而且你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你不是 这本来不是你的竞选 那个承诺 但是你今天压着我一定要 那我当然不服你 尤其现在民主党 有很多议员是新选上来的 他们选得到的就是因为要反特朗普 选得到就是要反对特朗普 做了很多不对的事 你今天这个事 第一个就是阻止一下 他继续做一种不应该做的 违法的事 他现在违法的是做了太多了 所以民主党上来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他们这一次可以翻转 民主党会大胜 就是因为他们要反特朗普 所以他们必须要在这部分 要坚持下去 应该要坚持下去 就像您说的现在这个民主党 其实在今年吧 已经是拿下这个众议院的 这个领袖地位 那这个议长佩洛奇 他也是在这周 可以说是给了特朗普总统一个下满 我也说 你要不然就不要来这个国会 做国庆自问的演讲了 或者是干脆就不要讲了 以书面形式来表达 那您认为这个这一次 这个特朗普总统 之后特朗普总统 马上就取消了这个军用飞机的安排 您认为这两个人 这一次的这个交锋 您怎么评价 我想彼此都不需要 做这些这个不友善的动作 但是因为这个特朗普 这个很特别的人格特质 所以使得这个 因为你要知道 Nancy Pelosi他也不是 没有经验的 也不是完全新的人 他其实也跟很多总统第二过了 所以他其实很有经验 他也知道怎么做议长 所以他知道说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让这个总统compromise 可以这个同意的接受 可是碰到特朗普 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他说无理要求 硬要压着你下去 这个情况下的话 实际上谁都没有办法 而且Nancy Pelosi 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意愿 是绝大部分的民主党的议员 要求这么做 所以他是代表这些 大部分的 大多数的新的民意来 他说我是代表新民意来 我告诉你这样子 我可以让你的地方都让你的 你还不愿意 那我根本没办法让你了 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是一个合理跟不合理 这个人是理性还不理性 这个差别在这里 李贤 您觉得特朗普总统和佩洛西手中 都有哪些牌 现在还有可以打 说到这个打牌问题之前 我先就再回应一下 刚才Stan说的这个墙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墙这个问题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这可以说是十多年的事情了 已经反复在讨论这个事情 墙这个事情 从来都是最佣之久这个问题 都不是在墙本身 如果记得我们可能十年前 民主党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 要求有墙的 因为它要保护美国的工人 对吧 当时的共和党民主党格局 还不像今天这样子 所以甚至在当时 Chuck Schumer 就是这个 Nancy Pelosi 再加上 甚至当时的 克林顿参议员 当时还是在纽约的参议员 都强烈的支持要建墙 所以墙本身呢 至于它是不是在 现在是不是有效 这个当然你可以吵半天 但实际上 这个背后是一个政治因素 那么这个墙实际上 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形象 一种标杆 尤其对川普总统来说呢 虽然对共和党这边 也有一点的担忧 自从建墙这个事情 进入争议以后 你能看到这个 川普总统的这个支持率 略有大概5%的下降 但是呢 也并不值得川普总统担忧 为什么呢 在下降这个 总支持率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基本盘的支持的强度 大有上升 是这样 而且不仅仅如此 这个东西 不仅仅是个美国的问题 现在整个的民粹主义 或者说 Nationalist 我这样说不是说 就是国家主义 这不是说以贬义的方式来说它 全世界不管是 那个英国的脱欧 还是波兰的 还是现在巴西新选上的 他们都以这个墙 作为一个民粹主义 现在在新时代的一个 一个标杆和胜利 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说 他如果要是作为 可以说是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 世界政治这个新运动的领袖人物 他就必须要把墙建起来 所以这不存在这个墙的 其他问题 所以我倒不认为怎么样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知道 美国的立国精神 是一个open door和门户开放 欢迎能进来的人 能够在新的土地上 能够发展自己 所以这个原则上是这样 所以每一个人能够 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 都是因为美国是门户开放的 第二个 你要知道辉法移民进来 你要知道原因是什么 去解决原因 你把门堵起来 关不起来的 门关不起来的 因为美国是很大 边界是很大 关不起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墙盖起来 他们走水路过来也都可以的 你看以前古巴 你说海地的人 多少人跑到美国来 他怎么来的 你有墙也没用 所以这表示没有用 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不好 这些人民需要找寻生活的方式 所以要到美国来 因为美国有很好的福利 没有好好的管理 所以让辉法移民都可以拿到 所以这是美国自己管理的问题 而不是强的问题 这五六十亿美金的话 拿来好好治理这些事情 就可以把事情做好 所以要知道问题的源头在哪里 去管问题 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好起来 就是这么简单 你印象说观众不要来 不要来不要来 不要来 挡不住的嘛 你像西里亚 什么那些 还不叫 就走到欧洲去了 为什么走到欧洲 他们国家活不下去嘛 斯戴尔 我是觉得 这个 你现在还是在谈墙的问题 实际上现在 但有一点 这是移民的问题 不是强的问题 你一个强的 这是一个移民 对对对 这是一个移民问题 还是方式的问题 对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这一点 其实两党有一点是有共识的 就是必须 南方的边界 必须要有办法管理 否则 其实最早的时候 民主党一直支持管理 这大家一直同意 只是说要不要用强的方式 也有一拨款 强的方式 但是呢 现在呢 问题是在于该怎么办 那么既然这个 我相信两党 民主党那边很清楚 这个强对川普总统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于这个美国 这么多的选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民主党也很重要 对民主党来说呢 他也要怎么下来 怎么样不让他见解很重要 就是说这个 民主党有民主党的政治利益 最后大家怎么折冲 怎么能够 最后民主政治 仍然是一个协商的政治 仍然最后要compromise 大家妥协 但是在这个民主政治中 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分析如此的强烈 那二位觉得 这样长时间的历史上 最长的一个政府关门的时期 对于美国的国际形象 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 那非常非常坏 因为我常常听到 美国人在笑我们说 这个中国的万里长城 当年有用 现在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这是观光用 是吧 那你说美国 现在要盖一个万里长城 有没有用呢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 先让政府开门 大家来从长计议 怎么样做 可以解决边界的问题 怎么样做 可以说要盖墙 也要盖一个像样的 不是说你要盖多高就多高 你要怎么盖就怎么盖 而不是那样的 那蔡先生您觉得 现在两党如何能够解决 这个政府关门的问题 两党妥协的 这样一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 现在只有大家 大家真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行 因为现在特朗普不想解决 你这个人不能解决 因为现在是个戏于一人 因为他影响了那个Mitch McConnell 所以Mitch McConnell 就使这个法案 怎么样都过不了 对不对 但没有办法到参业去 没有办法过来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你刚才说到这个Kell 你说到这个 在国际上的影响 其实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国际 因为国际上 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 刚才我讲的 比如说这个国际上的民粹派 会更加的愿意团结 在川普的大旗之下 所以好 那您认为就是这个 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时机 是可能是川普总统 愿意解决这个问题 您认为比如说 国庆咨问1月29号 他能不能进入国会 这会不会是 他愿意解决问题的一个时间 我相信最后川普总统 和民主党这些领袖 这个就是一定要进行 一定要在政治上 一定要进行一定的妥协 一定要让 就最后怎么在一定的 互相利益交换当中 最后能够 最后还是要把墙建起来 但是能够让民主党 得到多大的政治利益 那这就要看了 现在其实这个是 这是我觉得是 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扬谋 为什么说扬谋呢 因为他是想要测试 这个政府到底能够关多久 哪些部门 是关了以后没有影响的 他想这些部门 可以裁掉的 可以扫人的 可以当政府省钱的 这是他的一个扬谋 这个是阴谋论了 那您认为最后 我扬谋 我们讲阴谋 最后民主党会妥协吗 会坚强吗 我应该不会 因为这是新民意 他代表新民意 好的 那您认为这个墙 最终是可以建起来 并且要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 但是用什么样的预算 但是最后这个墙 是要立起来的 然后分成什么样的阶段 但是最重要的是觉得 通过这样一次事情 大家也能够看到 川普总统解决冲突方式的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想全世界 也通过这件事情 也会更进一步了解 这个川普总统这届政府 是怎么解决冲突的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好的 感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 那政府什么时候能开门 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李立刚先生和财等良先生 加入我们的节目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观看